好各位同學好 這一門課是電力電子學實習 也就是說針對我們禮拜二上課的時候 跟各位同學講的電力電子學 那我們除了可以針對理論分析以外 那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對我們上課所講的東西 有一定的模擬或者實作 來對應分析的推導的正確性 所以我們就有了這一門實習課 那授課老師還是我 楊松沛老師 那一樣的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同學都可以用email跟老師聯絡 或者直接到老師的office來 office就是工程一管的6樓11645 同樣的在老師的office hour時間 希望站上面都有公佈 在這個時間老師都會在辦公室 你們都可以隨時過來問我 此外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還是可以用email跟老師聯絡約時間 或者是電力電子學 或者是電力電子學實習 我們在場都有所謂的教學助理TA 在這邊同學有任何的問題也可以跟他們請教 除了老師以外你也可以跟他們請教 那我們這一門課的評分的標準 主要就是平時成績占50% 為什麼 因為你一定要來做 實習課就是一定要來做 所以當天你一定要除息 那你當天實作的 或者是模擬的結果 老師有一個實習報告的格式 等一下會弄給你們看 會放在e portfolio上面 那同學你必須把實習報告 每次都要寫好 那我們評分的標準就是用你的出息率 跟實習報告的內容 來做你平時成績的標準 再來就是我們還是要針對電力電子 在產業的一個發展 寫成你的一個期末報告 那這一份報告的話 在電力電子學跟這裡是一樣的 所以你都可以繳繳 那期中考的話就會針對我們 上半部分所做的模擬 或者是實作的內容 然後抽幾個題目 讓同學實際來操作 因為我們現在平常是分組 有兩人一組或三人一組 所以有可能在當天操作上 有些同學可能沒有認真操作 所以我是希望要要求每一位同學都要會 所以期中考的時候 就是個人考個人的 我們會分替一次考試 好那期末考也是一樣 針對這兩個 就是來分別 知道說各同學的學習狀況如何 好那我們使用的教材就是這一本 電力電子分析與模擬 是全華書局出版的 那這一本內容 一樣 請同學 不要尊重一下智慧財產權 不要致意隱映 那這一本內容 主要在說明一個軟體叫做 iSpice軟體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再來講 那這一本課的教學目標 跟電力電子學的教學目標是一樣的 希望同學可以了解電力電子轉換器的一個架構 它應用 因為你在電力電子學做分析嘛 這裡做模擬的驗證 還有做實作的驗證 那這些都是希望讓同學能夠具備電力電子轉換器的設計 還有日後從事這相關工作的一個能力 那並且一樣的老師會跟你講說 要怎麼樣具備一個工作所需要的態度 好 最後從電力電子的相關產業的一個未來發展 讓我們了解說 在這一門課 你休息之後 你以後到業界 你可以朝哪個方向去邁進 哪個方向去發展 好 那我們教學內容就是第一個 要了解在這個課程會使用的iSpice軟體的使用 所以一開始會讓同學了解怎麼做這個軟體怎麼使用 怎麼做它的基本操作 然後會一些基本操作之後 我們就會讓同學先用一些你學過的基本電路來做模擬 先對這套軟體有所了解 那從你已知的電路來先做模擬 這樣比較好掌握 你出來的結果 模擬出來的結果到底是對不對 可以跟你平常以前學過的分析 電路學學過的分析 理論的分析來做一個搭配 來做個驗證 接著呢就針對我們上課所講的AC-DC的整流器 我們上課講理論嘛 這裡弄模擬 來看看跟理論分析的有沒有對應 好 接著呢 要進入實作的部分 我們要對定力轉換器做驅動 開關的驅動 就必須要利用PWM的驅動電路 那我們當然先對它的原理做介紹 然後讓同學弄模擬 來驗證跟我們理論的推導是相同的 最後再用實作來實現它 好 那所以同學 我們這一堂課還是有實作的 接著 那第五個部分呢 就針對DC-DC這個轉換器 好 它的模擬 還有實作 來上課 那這個模擬的部分還是利用這S-by-S軟體 那這個實作部分就是要利用PWM這個驅動電路 來驅動你的DC-DC轉換器 那來看看它是不是符合我們上課所講的 會有連續導通模式啊 非連續導通模式 還有所謂的連坡大小 可以利用電路的改變 甚至還有說這些Duty 這個開關On的時間的長短 怎麼去調整 我們在這邊都會一併的 讓同學由模擬跟實作的結果 來看到這個成果 那最後就是針對 具有隔離型的DC-DC轉換器 它的模擬 讓同學了解一下說 要做電器隔離的時候 需具備邊壓器 那它基本的電路操作是什麼樣子 那跟上課所講的 設計 那如果按照我們設計的流程 所設計出來的結果 是不是在模擬可以得到相同的一個分析的結果 我們可以做 兩方面的一個對應跟驗證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門課 所要上課的一個教學內容